我不希望你总在深夜里忧伤 这个句话的关键词是 忧伤还是深夜忧伤 就是生活中遇到不好的事情 他会有忧伤就会很负能量 我希望以后我的另一半 我能带他热爱生活 更多的正能量一点 对 确实和大众无比起来 深夜是容易忧伤一点 21号 大家好 我是21号女生徐爽 说是毕业于海外 现在在一所高校里面 担任行政老师的工作 如果要是女生深夜忧郁的话 就是男朋友那个时候在干嘛呢 我会静静静地陪在你身边 带你出去运动 然后释放压力 一起去热爱生活 24号 男嘉宾你好 身夜忧伤啊或者是这种情况 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人的一种情绪表达 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总归会有一些困难或者是坎坷 但是这不代表她不热爱生活 那我有可能伤心过后了 我自己调节好了之后 我依然明天还会很热情 很积极很努力地去过下一天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应该是不能定义的 太多了 你有所在追问才能 有可能是我的天啊 我现在把人和明星的载力迹